好 教授一下 真的太累了 肩筷 最後是新的包袋給他了 哇有跳了 力量再可以幹到一件 好 大家好 今天邀請到一位 怪物來到我的頻道 為什麼說是怪物呢 因為這個人的力量 絕對不是一般人擁有的力量 嗯 那我們歡迎 江凱傑 凱傑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傑 KJ 你在建立圈呢 可以說是沒有人 不知道凱傑老師的名號 大部分人 幾乎啦 幾乎我覺得 連建立的大家應該都知道 因為你真的太強了 建立它是一個運動轉向 那比的是三個項目 貝蹲舉 硬舉 臥推 三個項目加起來就懂了 黑凱傑那我很害群 你們四位的三項成績總和都是多少 喔 波波 四百 五十五還是六 五百六 五百六 六百 喔 阿百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直接加我兩百三 是怎樣的 多一下硬舉的數字就對了 多一項 一般男生啊 三項總和多少以上 可以算是強壯 這個很難直接說 一個非常標準的評分 如果八十公斤的話 能夠有到五百以上都算不錯 喔喔喔 差大 那我就是被排除在外的那個人 可是你還沒有八十公斤吧 我還沒沒有 那差一點 還好還好 實力是夠的 謝謝 差到 差到 差一點 對 會隨便命令下降 對 對 沒錯 那他在長青組算是蠻厲害的 厲害 厲害 對 今天呢 我們要來跟台階老師比一個項目 喔 喔 翻沙袋 翻沙袋 我們看一下後面 我們準備好了 喔 四個沙袋 這是一個非常直觀的動作 就是我們要把地上一個很重的東西 拿起來然後翻過鍵 丟到後面 就是把他甩過去 過鍵甩 這個跟我們一般練的 建立三項啊 不一樣 說是停舉抓舉都感覺很不一樣 所以看起來好像跟我在練主重 把一個重物拿起來舉起來 好像差不多 對 但是實際上 發力的感覺其實差蠻多的 平常我們用槓訓練 重心都在兩側 固定的 對 他這是一吐 在正中間 就會動來動 對 比較難抱就對了 試看看就知道 好 今天啊 準備了四個沙袋 這個 這一顆 40公斤 65公斤 90公斤 還有這件袋 110公斤 哇 這個不動如山跟一顆石頭一樣 然後我們今天呢 就從40公斤開始翻 抱起來 過肩之後 然後丟到後面 然後再換下一個 最後翻完 110 看誰花的秒數最短 乾一 你直接示範一下第一顆好了 直接示範第一顆好了 不錯 哇 哇 覺得 然後下去之後 我們分圈計時 看一下 40公斤花幾秒 65花幾秒 90花幾秒 110花幾秒 110 我是覺得 你知道 感覺非常的困難 待會我們試看看 好 究竟三件客能不能成功挑戰力量怪物呢 一號參賽者 光頭王撥撥準備好了嗎 OK 預備 GO 第一顆只花了4秒多 哇 好 加油 可以嗎 這一顆 好一顆 再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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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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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太累了 不要是 翻不過去 那個 下面壓力很大 而且很難把它 舉到肩膀上面 對 波波的成績呢 第一顆 花了 3秒63 第二顆 花了6秒85 第三顆 在30秒的時候 失敗 他難是難在 反 就算拿得起來 也沒有辦法 讓他往上 對對對 難爆起來 二號 挑戰者 敗藥師 好 Let's go 真的假的 好 OK YES 有 哇 他出發 挑戰一下 挑戰一下 有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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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起來 扛起來 扛到腳 如果他用 再扛了 哇 HC好扯喔 沒有到 應該先掛腳 加油 加油 目前過44秒 破關機器 好 看這要是 這要是 重心就好 太長了 我把他轉一下 加油 加油 還沒放棄喔 他應該要掌持 對 他有辦法 對我想這樣 要讓他這樣 開始思考 這是一個策略的考驗 10秒 來 好 有 有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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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來硬剛 夢想好像會抱女朋友一樣 好100真的很難對不對 猜猜是第一顆花了3秒05 第二顆花了3秒4 第三顆4秒26就翻過去了 但第五顆真的太難了 他失敗在1分43秒 好慘喔 第四顆 試了1分半 被無形的重量殺在碾壓了 你自己覺得第四顆有辦法嗎 沒有辦法 第三顆我都不知道要弄多久 猜猜是第三顆4秒26太扯 真的太扯 平常都在偷練這個項目 偷練喔 最近看你手肘一直不舒服 練很急對不對 那你覺得凱傑老師有辦法 他一定翻得過去 他一定翻得過去啊 只是我們故意挑這個項目 讓他很不熟悉啊 看他要弄多久 因為他想要練也沒地方練 對地方練 這個沙袋平常有這麼重 對啊 所以大家如果想挑戰看看的話 可以來一下三間客板橋店 這邊有4顆沙袋 來 讓你翻太爛了 準備好了嗎 OK 沒有問題 OK 開始 好 好 好 後面有 收到這喔 後面有 後面有 有 有 這 尖推 耶 啊 改一 啊 啊 啊 有一個 有一個廢要炸掉的感覺 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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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一 改一 改一這個 到你所見的姿勢 到你擁有的姿勢 一會是上天 啊 啊 耶 哦 哇 哦 哦 哇 哦 我發現技巧就是 不是一定要讓他上天 哦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一粒 第十技 也是耶 力量就可以看抱歉 你在站起來的時候 他的重心一定要已經肩膀了 有一半在肩膀了 你才能推上來 如果重心開起來的話 你在這個位置 你一定上不來 我已經瞧到很低的地方 很低的地方起來之後 扛起來之後 他已經很高了 所以慢慢推推推 有一點胸椎 就推過去了 一定要試第一次成功才是成功 像他試的第二次那種力量 都已經沒辦法了 我第一顆 2秒26 第二顆 4秒17 第三顆 9秒81 第四顆 花了 39秒67 大概總共花了57秒 4顆57秒 哇 一分鐘就可以解決了 你敢戲 你敢戲 我待會兒來試看看 沒有玩過的 丟沙包 那你等一下 待會兒可以丟幾秒 凱傑老師 有沒有信心海放三劍客 有 哈哈哈哈 我們 絕對不會承認 我們已經拖練兩個月了 接著 我們 輪到這個力量怪物 凱傑老師 那我們準備好了嗎 好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哇 哇 用跳的欸 哇 用跳的欸 哇塞 他用的 他直接 硬來 這麼的方式欸 爆發力 六十 上街 瘋了 瘋了 哇 哈哈 耶 他那個 真的還用漏花欸 這 超小啊 他大概28秒之後 就結束這 這一招 這招 哇 我們練了兩個月 他拿28秒 解決我們 最後這一顆很誇張欸 因為後面他是用 發力把它 這樣流過去 我剛剛以為他起不來 因為他重心已經在下面 然後他硬幹 把他都甩起來 就直接 因為我剛才 看你們在做的時候 我就想說 用舉動的發力感覺 應該可以 就抱著 蹲起來看看 事實上你覺得可以嗎 這個 要不要先找到那個角度 因為我 因為我是 我賽的時候我是 但我看老師是 感覺有點 重心要掉出去 我以為 這樣已經不行了 但是你 還是有辦法 把他這樣子 帶起來 來我盤 我以為你用像是抱著 然後 腳的力量升起來 哇 欸 凱希老師 第一顆 第二顆 四秒五八 第三顆 五秒四三 第四顆 十五秒六二 他在 三十秒之內 結束了這個 沙袋 challenge 喔真的是很難出力 這這個你覺得有比 抓舉一百嗎 喔差很多 因為那個平常我們在那個 邊舉重 重心是固定 喔 重量是固定 要是他有什麼 幹的那個 握把你就好弄 對 他如果有一個 可以握的 我就可以直接 直接甩起來 對 哇 比賽完了 欸凱希老師你有沒有覺得 這個搬沙袋項目啊 訓練起來 對一般的平常 日常生活 有什麼好的幫助 好的幫助喔 我覺得最直接幫助 應該是 調車位 移動車位的時候可以 就發揮 移動重路的力量 不然那個女生在喬車 會 會說喬不動 搬這個應該會 欸我覺得 女生來搬 沙袋 我覺得40公斤 應該就覺得 非常非常重 非常重 40其實就很重 一般女生沒練過 應該是 不太有感覺 一般男生可能 60 就差不多 就極限 那現在目前凱希老師 又在我們板橋的三間課 有開班授課 你要是建立三項嗎 舉重也有 舉重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 增進建立三項 或是舉重 或是力量的朋友 可以來板橋三間課 找凱希老師 台中的朋友呢 剛好凱希老師 在台中有一間 自己的健身房 時裝健身 時裝健身 大家也可以去時裝健身 找凱希老師試練 歡迎來這邊 找我訓練 台中外務 江凱希老師 另外呢 如果你們 真的想試看看沙包的話 我們這個沙袋 都是開工師的 可以給大家自己使用 自己來練看看 看一下自己的力量在哪 是不是天生實力 你們看 現在看會覺得還好 自己來試過 就知道 很難辦 很難辦 看能不能有人破 28秒凱希老師的紀錄 110公斤的沙袋 四顆四顆 四顆加起來 加起來透透28秒 可以先挑戰波波的紀錄就好 找到 我不知道是65 翻過去嗎 有65 好 90 謝謝大家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見到下次見 掰掰 拜拜 你好 哇 superior 好 answered Crowd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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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